通车前夕立法人蔡森与交通部长王国财听取施工单位简报说明施工进度 因为土石意外崩落而封路多天的国道一号南下系纸扎道 在工程人员不眠不休积极抢通下 包括轻运土方边坡下钢装及加固防护 11月13号早上6点恢复通车 那我们在7号已经把主线两线都已经让它通车 那在我们高工姐的努力之下 现在就是我们闸道跟我们集散道路 那他们包括把这个H型钢做这个边坡的稳定 这也做好了 那包括他们的一些排水路 他们做一些整理 那土方也硬的差不多了 所以在明天早上6点 就是系纸的闸道跟集散道路就会通车 也就是说系纸交通道就恢复到 这个发生摊滑以前的一个状况 立法人蔡世英非常感谢这段期间 每一位工程人员的辛劳 让通车时间提早 加上协调国道客运路线改道不停止 还有台铁加开班次 有效降低对交通的冲击 发生的第一个晚上开始 我就跟部长密切的通话 那不单是我 包括我们金融市的林游长林市长 其实也跟部长通了许多电话 那也感谢部长 还有我们交通部的所有群体人员 在这段过程中所做的努力 包括第一个就是协调国道客运 改路线的不停止 就非常感谢他们 第二件事情 也完成 也交办了请台铁局增加了加班车 第三件事情 部长在这边 还有行政长来到这边 有让这个通车的时间 往前推进 包括主线的内侧 以及双线的通车 都比原定的时间快了很多 那这个过程当中代表着 我们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的全体工作人员 事实上是24小时不眠不休的这样的一个辛苦 那我相信包括基隆跟系子 所有的用户的朋友们 应该都可以感受到政府在这件事情上的决策迅速 以及工程的一个迅速 系子南下扎道通车后 边坡部分得花半年的时间 做一个永久的稳固 高速公路局方面表示 108年总体检时这一处并没有问题 半年内会再完成全国人纪600处边坡总体检 检讨监测器的设置位置 或是否需要再增加设置数量 记者张启辰见我们报道 我们下期见